母親在這月到了 中華加護中心 邀請祖宮與母婦教養媽媽 以及副館長 紅營總長 貴賓 作回來爭執 除了立法美法 也來代表替 家父李董的行政 政下希望與未來照顧 尚著武漢疫情影響 中華加護中心 今年的母親多月都該給我建行 邀請祖宮媽媽以及母婦教養媽媽 作回來參務用愛植栽種福田瓦東 中華官副館長 王英俊 館議員6千里 成功三組合 頂選新團體 也到現場共享選舉 一同慶祝母親節 那我們彰化家父每一年都會辦理那個 十位自強母親跟兩位母婦季養媽媽的一個表揚 就想到說 溫馨的母親節 我們就想說用植苗來代表對母親的 對母親的一個感謝 就是植栽種福田的這個概念 讓這些花草能夠成長了以後 花香能夠飄香千里 把母愛也傳送千里 那今天就是說我們跟家府來合作 這個慶祝母親節的一個活動 那因為疫情本來是室內的一個表揚活動 所以延伸到室外來做一個種樹 種福田的一個活動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次也特別由冰島大學 精緻農業學士的藝人 有帶四十個學生進行食材技術制度 學生小孩不可以運用在學校所學習 做不在乎的理想 也幫助家府中心立法警官 那今天剛好有一個機會 非常難得 家府中心辦理植树 而且慶祝母親節的活動 那我們今天就大概帶了四十五位的同學 包含了越南的學生 包含了泰國的學生 還有馬來西亞的學生 共同來這邊參與家府中心慶祝母親節的植树活動 也透過他們在學校學習一些作物栽培 植树的一些專業的技術跟經驗 希望將這些經驗能夠幫助家府中心周邊的環境 做一個景觀的美化 我們今天很開心的活動 因為這星期是在台灣的母親節 這個活動很棒的活動 我們可以練習 做一個森林 我們可以知道台灣文化的文化 透過境出外在溫馨華東 將幸福的經濟帶進去土地 把美國出外在美化的心中 也要用母愛精神 隨著火煹團成立 大眾的新聞鑿野菜 蘇佩族 賣米 蔡鴻佛德